人 最不會覺得以你為傲的就是說 哇 我又打贏了第幾版的電腦了耶 哇 那個 2020年的電腦被我幹掉了耶 2023年的電腦被我幹掉了耶 人不會這樣想 我覺得人類齁 很妙 你要他去打一個電腦那麼強 他不會 他不會有成就感 但是你要去跟一個很強的玩家PK 然後把那個玩家幹掉 他幹掉玩家他就有成就感 所以我是覺得單機遊戲你把它做成那麼難打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成就感的獲得指數太低耶 你今天想想看 你打贏電腦跟你打贏一個玩家 或者你打贏世界級的玩家 你會發現你打贏玩家的成就感是最大 那個就跟你在上充氣娃娃 還有那個 真人的差別 你會覺得說 嗯 還是 真人會讓你真正獲得一種成就感 跟充氣娃娃概念是不一樣 跟矽膠娃娃概念是不同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較勁應該是 決定在那個 在於打玩家的PK 而不是你打贏的多厲害的電腦 那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 知難 暗影雙十喔 他搞那麼麻煩 就算打贏電腦 也沒有當時真正你打贏一個玩家那麼來的快樂 所以他如果要搞那種東西 不如去把PK廠做好一點 因為打贏 應該這樣講啦 人打不贏電腦 這很常見 就跟那個世界奇王一樣 世界奇王 打不贏電腦 那他可能最後他就會認為說 我就是一輩子打不贏電腦了 他會認為說 就像我們一輩子跑不贏超跑一樣 畢竟那個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在那裡 但是人總是會跟人比較 啊 我又打贏誰了 哪一個奇王 世界奇王又被我打敗了 但是人 最不會覺得以你為傲就是說 哇 我又打贏了 第幾版的電腦了耶 哇 那個 2020年的電腦被我幹掉了耶 2023年的電腦被我幹掉了耶 人不會這樣想 人會覺得說 欸 我又打贏了世界奇王了耶 我又打贏了世界的誰誰誰 總冠軍誰耶 但是他總是不會覺得 我打贏電腦2003年版本 2005年版本 因為我又贏了 那個很空虛啦 啊 這個就是我在講那個知難 就是這樣 知難暗影雙死 他就是這麼悲哀 你做那麼難幹嘛 沒有意義 就像你去弄梅啊 你不會說 你不會跟朋友炫耀嘛 欸 我 我又撞了 那個 第幾版的初音的矽膠娃娃耶 超有成就感的 哇 我又撞了哪一個充氣娃娃 哪一個矽膠娃娃 你不會這樣講 你會覺得說 我今天要真正跟哪一個人交往 對不對 你會去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是 你跟真人的互動 而不是你跟機器的互動 而達到成就感 那感覺差這麼多的啦 所以我覺得說把遊戲做得那麼難 沒有比較厲害 只是讓人家 覺得說在 自毀一個遊戲而已 要搞那種成就感 不如去設計一個PK場 比較實在一點 那你說像那個生死格鬥的那種 生死格鬥六那個 那個叫什麼 生死格鬥的 人工智慧 你看看那多強 他每一招都接得到你耶 你看那個多狂 你所有踢過去他都能夠反耶 除了女天狗那個大風吹他反不了以外 他全部都能反 你就知道說 電腦打贏人 是很常見的 其實他要把你弄得很難打很簡單啊 就像這個東西一樣啊 他只要把你的堆疊 因為 讓你很難堆出狀態 你就很難打 就跟那個 你現在在打的降臨王是一樣的啊 要把你們搞死還不簡單 讓你什麼屬性降一些 讓你的 CD時間拉長一些 讓你的僵值高一些 幹你就很難打了好不好 要把你拚比較簡單 所以打贏電腦 沒有什麼好 好高興的 就算你今天花了六小時啦 打贏了暗影雙死之男的那個王 你得到成就也沒有真正你打贏一個玩家的那種快感 好啦 以上的心得喔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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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